同仁将一大桶不知名的肉倒入池中 瞬间池塘里的鲜鱼就沸腾了起来 这种遭国人唾弃的鲜鱼 却是漂亮国的钟爱 在美国的尤宁顿的池塘里 可以容纳280万只鲜鱼 当运渔车抵达便将梯子打好 渔车向池塘内投放大量的幼鱼鱼苗 这些鱼苗有6月的月龄 来自密西西比的孵化室 平均每一英亩的池塘 需要投放8500条鱼苗 总计投放85000条鱼苗 男子抓起一个可爱的鲜鱼幼体 似乎可以看到他愤怒的小眼睛 趁人不备他挣扎逃脱 这个池塘既是天堂也是地狱 鲜鱼进入后 寿命就进入倒计时 但每天一辆 满载22吨饲料的车 会进行投喂鲜鱼 衣食无忧 鲜鱼吃这些浮动的饲料 需要不断地靠近水面 一年半后 人们会驾驶快艇 到鱼塘的中央进行捕捞 鱼民捕捞前 放出鱼网上的鲜绳 一张1500英尺的鱼网 进行区域的拉网 接着鱼民敲打船边 吸引鲜鱼院子入网 最后由吊车操纵网兜 一次就打捞出1400磅的鲜鱼 再送入到相应的流水线 一小时就能进入到工厂 鲜鱼属于少数的几种 狐林鱼类之一 但它们的皮肤非常坚硬 因此在去掉鱼头之后 鲜鱼要在这台台台式去皮机上 来回摩擦 将鱼皮完全擦除 接着放在这种螺旋刀下 将鱼切片 这系列的刀具 可以取代数百位工人的劳作 每分钟最快抵达40次 最后环节是进行剔骨 工人简单去除鱼刺 完全干净的鱼肉 就可以进行冰冻 在商品出库前 测试员会进行简单的试吃 合格后 鲜鱼肉就会被送往餐厅 进行烹饪了